自我安慰与假平安 我们常常用心理感觉平安 还证明自己的选择或言行是对的 但情形可能恰恰相反 你知道吗 以下五种情形都是来自肉体的假平安 或是仇敌的谎言 一 如果你的罪一旦曝光 你立马对自己说 我知道我错了 但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 我不再论断自己 你长须一口气 但这不是真平安 自我医治的人总是很急躁 却很少想到被自己的罪伤害的人 得医治可没那么容易 更没有想到 罪让爱我们的那一位悲伤忧愁 二 只是出于惧怕罪的后果 就去翻书专门挑选那些 他不长久怀怒 我闭蒙连续的话一遍遍莫读 引经据点地安抚自己的良心 这种理性的推理游戏 带来的平安 让我们无法看到罪的污秽 更没有带来对罪的恨恶 这是从肉体而来的平安 三 太多人滥用恩典 把罪和赦免当作平常事 轻看爱我们的那一位 为罪付上生命的代价 人把恩典视为廉价 这种所谓的平安 只会迅速导致下一次犯罪 四 你只希望自己冲孩子发火的罪被赦免 却不认自己掌控孩子的罪 或者猛虫你们就滤出来 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你留着一些罪不敞开不处理 还想继续享受罪中之乐 你想要获得的平安是有选择性的 这是真平安吗 五 当一个人的罪已经明显伤害他人 他却辩解说 就算我做错了 把重担加在了别人身上 可是每个人都要背十字架 受苦是免不了的呀 我也被使用了 让别人的灵命得益处 这是来自撒旦的声音 或许就是当初回想在叛徒 犹大心里的那把嗓音 半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岛人的 有祸了